当地时间是2月8日晚上 中国国家药监局应急批准 腾胜博药旗下控股公司腾胜华创 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安巴伟丹抗注射业 及罗米斯伟丹抗注射业的注册申请 这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 并经过严格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 证明有效的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多次临床试验结果表明 这种疗法在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方面 有80%的疗效 这两个药品可联合用于治疗 轻型和普通型 且伴有进展为重型高风险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其中青少年适应症人群为负条件批准 腾胜博药首席财务官李安康 在12月9日下午表示 因为政府订单供应量都跟定价有关 目前该联合治疗药物 在中国国内的价格还没有确定 正在跟政府进行讨论 而在美国的政府采购价 为美人分2100美元